这几天受到梅雨第五波的封面 就是巨流风在北部的海域影响 可以看到在局部地区是有震雨的发生 而且还会有雷雨 尤其是在午后对流更旺盛 就是下午过后就雨句千万不要离声 而这个雨势到下个星期二开始 可以知道这个巨流风面会经过台湾的上空 再加上新南气流的影响 也就是有可能会有大规模的降雨 而且也有可能会有智灾式的雨势 所以可以知道是在下个星期二 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 而这场雨到了15号星期四 会慢慢的减缓 但也不就是这样子跑掉了 可以看到在16号星期五到18号星期天 它这个封面是会南北徘徊 会变成是一个梅雨的旺盛期 可以看到这张图表 在今明两天可以看到封面当中 其实有局部性的降雨 可以看到在全台都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而到了12号之后 降雨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到了13号就是下个星期的时候 雨势会更多 可以知道是支流风面它徘徊 而且会带来一些更严重的雨势 因此在下个星期 要特别注意像这样子的状况 而且南北徘徊 等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梅雨封面 可以知道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要注意的就是剧烈的天气 还有连日大量降雨 也许可以为水库带来一些雨势 但是要注意你在外面的时候 雨势真的是要带在身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